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水库 伴随着清晨的雾气 走在堤坝上 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 之后沿着水库边的山路 到达蝶翠飞铺前 这里有好几棵柚子树 我剥开了地上捡的柚子 就是有点酸 之后沿着瀑布边上的路 继续向上 我就来到了这条石缝 走到尽头后 看到这个近乎90度的铁梯子 我真的是怕了 于是返回到了柚子树那里 找到了另一条路继续走 此时眼前豁然开朗 路一直是伴随着溪流的 这样的溪流 让人觉得心情舒畅了许多 前面有一座建在石壁里的房子 这里叫九姑牙 后面穿过这片竹林 就到了上山游览车停靠的地方了 继续往上走 你就来到了主峰的脚下 这块巨石叫汇仙岩 据说是八仙聚会的地方 再往前走 就是上山的栈道 此时抬头仰望 三座巨石就在眼前的头顶 在第二座和第三座巨石之间 有一条298米的超长一线天景观 为全国之最 二月末山里的鸡血 融化结成的冰块 时不时会从山顶掉落 一定要小心接着翔走 当你穿过一线天 站在平台上 就可以抬头仰望三座山峰了 我也把空中的视角呈现给大家 这三座山分别叫做 狼峰 亚峰 凌峰 当地人叫三盘石 它的高度比晋云仙都顶湖峰 还要高出百米左右 周末的时候 登顶的站道开放 是可以爬到山顶的 今天就只能沿着一线天 另一侧路下山了 江郎山真的很值得一看